白宁兵脸色微红了起来 唐亚心里暗暗一颤 他可不是白宁兵这个小憨憨 洛峰轻描淡写的就搞定了合作 一切依旧 这样的情况既让他开心也让他担心 毕竟又欠下来洛峰一个人情了 宁兵 你暑假作业有着落了没有 我们家美和银行有合作 正好可以安排你过来报道 洛峰说道 洛峰继续说道 我们双方进行内部签约 你独家报道 那就是独家的新闻了 一个总资金涉及到二十几亿的合作 你来独家报道 完全满足了你的作业要求好吧 洛峰说道 白宁兵连连点头 开口说道 恩呢 这样的独家报告完全满足了需求 那就好 洛峰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了唐亚 阿姨 相关的合作方案 还有协议 你今天加加班 然后全部整理出来 没有问题吧 没有的 唐亚点头道 聊了一会儿后 气锅鱼总算是上桌了 白宁兵第一个迫不及待的 就品尝了起来 洛峰也加了一块 味道如何 洛峰先询问 已经吃起来了的白宁兵 还可以啊 白宁兵惊讶 洛峰也亲自品尝 发现鱼肉 没有任何的细能 并且不是那么入味 哪怕洛峰连连 降低期待 还是很差 但是白宁兵确觉得还不错 恐怕是洛峰好一段时间 没有带他去吃饭了 天天在唐亚厨艺的折磨下 但凡是下馆子 就没可以有不好吃的好吧 洛峰猜测 应该是这样的原因 不过这样的情况下 系统居然来了奖励 恭喜宿主品尝了一顿 两极差异的美食 该人物道具卡 需要的是 恋人之间一起品尝一道菜 但是两个人的口碑两极化 洛峰笑了笑 早就在背包里 看到这样的道具卡了 一直以来都没有解锁 但是今天这样的情况下 居然解锁了 恭喜宿主 获得一份抽奖礼包 打开 恭喜宿主 获得白季屯种群 数量12桶 雄子分别是4合6 又有年2个 当宿主 领取奖励的时候 奖励会合理地出现在 魔都的某某水域内 洛峰有些惊讶 居然有这样的奖励 白季屯这东西不是快灭绝了吗 这样的奖励 其实让洛峰很激动的 哪怕是一个亿的奖励 也没有这个激动 立刻领取奖励 洛峰开口说道 叮 奖励已经发放 请宿主关注最近的新闻 等待洛峰林取了奖励 他发现 唐雅和白宁兵 都没得有怎么吃这个鱼了 一开始觉得还不错的白宁兵 可能是找回了自己本来的味觉 也觉得 这家鱼不是那么好吃 唐雅仅仅是像纸的吃了鸡口 洛峰直白地说道 我觉得这家一般 鱼肉不是那么稀嫩 也不入味 白宁兵哼哼道 还敢说你不挑食 唐雅负义地说道 这家味道真的很一般 妈妈 你的厨艺 就不要点评人家什么了吧 至少我看来 是比你做得好吃的 白宁兵直接给妈 骂来了一个大逼豆 可谓是打脸无比 唐雅无奈地看着白宁兵 洛峰就是笑而不语 这个铁憨憨白宁兵 给妈妈留点面子行不行 差不多中午一点钟的时候 唐雅则是返回了银行 洛峰拉着白宁兵的小手 准备把白宁兵送回去他家 洛峰用了中一堂安排的奥迪车 送白宁兵 这一次没有安排司机 仅仅是洛峰开车而已 毕竟白宁兵驾 赵海没有出来 等来到了家里后 洛峰就搂住了白宁兵 这个长腿笑花 怎么看 都是那么亭亭玉丽 美搭搭的 其实洛峰觉得 女人的颜值和头发还有头型 真的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白宁兵 头发就很茂密 而且很好看 特别是躺下的时候 一头长发洒在席梦思上 真的有一种很好的观感 白宁兵面多洛峰的主动搂着 害羞了起来 别别别 你这个大坏蛋 别想现在折腾我了 我刚刚吃的有点多 现在实在是太饱了 无论是什么方式的 都不行 白宁兵知道 就算是不能那样 还能那样是吧 毕竟大厦文化五千年博大精深 很多人应该能懂 那样和那样是什么吧 洛峰也知道 吃饱了 不太适合打游戏 而且也不适合蹲 毕竟已经吃了很多好吧 在吃白时 怎么吃啊 谁叫你吃那么多的 洛峰拍了拍 白宁兵小敲壁 你说是不能浪费 就算是不好吃 我也只能加油了 白宁兵吐槽地说道 呃 洛峰无语地看住对方 原来是这个理由吧 因为吃太饱的缘故 两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摩擦的事情 白宁兵在拿着手机 看班集群里的消息 主要是同学们讨论暑假作业的事情 白宁兵发消息给闺蜜两个 王燕燃 沈娜 我们家大怀蛋回来了 你们不是说 要过来玩的吗 沈娜 洛峰回去魔度了吗 王燕燃 本先掐指一算 你现在应该躺在你神仙男朋友的怀里 还是玩事情了之后 白宁兵 你不要瞎说 白宁兵 我们中午才吃完饭回家来 我现在吃得好饱啊 王燕燃 我懂了 原来是吃太饱了 你家神仙男朋友为女朋友 可真没得说 卧槽 这样的虎狼之词 你能想象是女人说出来的 但是 在女人圈子里 这样的词汇 其实真的不会少 只是他们不会 轻易和男生说 白宁兵 真的吃太饱了 王燕燃 行吧行吧 那就运动一下消化一下 沈娜 为何你总是那么多的虎狼之词啊 白宁兵 莫非是燕燃恋爱了 白宁兵 说吧 是不是那个胖憨 憨张兴俊 沈娜和王燕燃 都无语了起来 白宁兵还看不出来 张兴俊是不可能的吗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跪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大家了 王燕燃 我和他没有可能的 我们的价值 关有冲突 我也不想以后活那么累 王燕燃 我好羡慕你家的神仙男朋友啊 沈娜 我也很羡慕 白宁兵 既然你们这么羡慕 那我分给你们 你们要吗 沈娜 我倒是想要啊 但是你舍得吗 王燕燃 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还是知道 我自己有几斤几两的 其实王燕燃真的不差 高挑苗条的身材 白皙的皮肤 颜值八十多分 这样的小美女 在任何圈子里 都不能说是丑女的存在 如果打扮一下 穿性感一点 任何男人都会有兴趣 但是奈何 洛峰身边的女朋友 白宁兵 太过于优秀了 所以 才让王燕燃觉得 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白宁兵 我有什么舍 不得这个大坏蛋的 一天就知道欺负人 你们到底来 不来我这边旅游啊 沈娜 洛峰有时间没有 王燕燃 如果你们家洛大神仙 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过来打扰一下 你们两个了 白宁兵 我问问他吧 白宁兵收起来了手机 然后看向了洛峰 开口说道 洛峰 你之前记得和我说的事情吗 沈娜和燕燃说了 他们要过来玩 记得 他们真的要过来玩吗 洛峰询问 嗯嗯 你这次回来的多久的时间啊 白宁兵询问 不是很确定 需要看看情况 洛峰开口说道 那我给他们说一下 让他们明天就过来 怎么样呢 白宁兵说道 洛峰点头 好吧 让他们过来吧 既然答应了你 带他们玩 那么肯定不会食言的 对了 你让他们发一下身份信息 我给他们安排好酒店 白宁兵否定地说道 这倒是不用了 我们早就说好了 等他们过来的时候 住在我们家就好了 这个白宁兵 是在引狼入室吗 这么刺激的吗 有唐雅 还有白宁兵 更有沈娜 还有王燕燃 洛峰想起来了 很多好玩的事情 特别是沈娜 那风雨的身材 那无敌魅惑的脸 整个人的气质 就是青春中带着 可嗨嗨 反正懂得都懂 怎么说呢 感觉就像是一个 有韵味的少娜傻 然后丈夫已经死了 但是 死前没有碰过他 沈娜太迷人了 你妈妈同意的吗 洛峰开口询问 嗯嗯 我之前就给他说过了 我妈妈没有反对的 白宁兵说道 那好吧 洛峰点头 洛峰同意之后 白宁兵立马 在群里开始发消息 我刚刚和洛峰说过了 你们明天 过来就是了 他本来要给你们订酒店的 但是我说了 不用麻烦 你们直接住进来 我家就是了 沈娜 好的 没有问题 王妍然 谢谢招待 那就打扰你们家了 我记得 你们家可是豪宅 而且楼顶上 还有无边界泳池 我以前都是极度地掉眼泪的 你们家的神仙男朋友 简直有毒 直接送这么一套豪宅 这是什么骚操作啊 白宁兵 他还送了我们家一辆车 白宁兵 在荆州那边 也有一套房子 你们是知道的 王妍然和沈娜 都发了一个省略号 表示很无语 王妍然 这天 是无法聊下去了 沈娜 这就是气死人不偿命 白宁兵 我只是说说而已 没有气人 所以 白宁兵还意识不到 自己多气人吗 白宁兵 你们明天中午抵达 还是下午抵达 我给洛峰说一下 让洛峰来接你们 王妍然 你不一起来接我们吗 白宁兵 如果我骑晚了 我就不来了 白宁兵 你们放心 我让他去的话 他应该不会去 大把握是安排司机去 沈娜 王妍然 我的大小姐 你就饶了我吧 别再盗我们心态了 白宁兵再次无语 安排个司机去接你们 也是搞心态 其实安排司机 比安排一辆豪车过去 还要高级 无时无刻都体现金钱的味道 沈娜 我们尽量中午抵达吧 等一会儿看看机票 订好了后 再告诉你 白宁兵 好的 你们过来 我带你们去各种地方吃 沈娜 我怕肠胖 王妍然 我也害怕 白宁兵 那你们 就练瑜伽呀 我现在天天都在练瑜伽 感觉挺好的 王妍然 我看你是被你们家男朋友 天天练瑜伽吧 沈娜 白宁兵 胡说什么呢 在白宁兵和闺蜜两个聊天的时候 洛峰发现了某短视频上 发现了白季屯的消息 并且热度还非常高 但是这个拍摄者 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白季屯 只是拍摄了询问网友们 这到底是什么品种 奈何网友的神通无敌 这样的少见品种 大家也认出来了 当白季屯身份被专家确定后 这个事情就一飞冲天了 宝贝 你快看看 这个 好像是当初差不多要灭绝了的白季屯 现在又出现在了 洛峰开始给白宁兵查看手机 白宁兵看了看视频 开口说道 这个小家伙好可爱啊 还好这个铁憨憨 不是说这个小家伙很好吃 不然就麻烦了 毕竟这个铁憨憨 很喜欢吃鱼不是 这个白季屯 这么珍贵的吗 白宁兵看了介绍后 有些惊讶 嗯嗯 的确 它是我们大厦水中的国宝 非常的稀少和珍贵 洛峰说道 那么它会 不会被人抓走啊 白宁兵顿时担忧地说道 放心吧 肯定是不会的 洛峰肯定地说道 白宁兵说道 那等娜娜和嫣然过来 我们一起带他们去看国宝 看国宝 洛峰想起来了西游记里的女王 不就是带着唐僧去看国宝吗 然后女儿国国王说 她就是国宝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大家了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大家了 下午的四点钟 白宁兵枕在洛峰的腿上 洛峰一边看手机 一边捏着白宁兵的翘脸 但是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手被白宁兵咬了一下 这个铁憨憨 是在挑衅是吧 哼 还主动挑衅了是吗 洛峰掉砍了起来 一回来洛峰就有想法 但是 对方吃太饱了 所以就放过了他一会儿 而现在 居然主动挑衅了 那洛峰 可不是一个喜欢 惯着女人的人啊 其他事情 可以惯着女人 但是有些事情 是绝对不行的 男人不可能退让 这不 直接就公主抱 起来这个长腿笑话 然后就去了套房里 久违的感觉 再次让白宁兵体会到了 说实话 他很喜欢洛峰抱起来他 然后那个 虽然自己需要 很努力地盘住 但是正因为自己需要努力 才会觉得有意思 而洛峰呢 这样的职业急动作 不是随便就来吗 小韩韩喜欢 那就实施好吧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白宁兵依偎在洛峰的怀里 闭着眼睛 听着洛峰有力的心跳 两个人休息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白宁兵锤打了一下洛峰 掀开了洛峰张飞捏绿豆 快点起来了 我妈妈要回来了 我们晚上去吃什么 洛峰掉砍了起来 刚才还没有吃饱吗 就想着晚上 要吃什么了 不过晚上吃的 我觉得应该是要付钱的 刚才那种吃白食 可只有在我这里才吃得到 面对洛峰的调侃 白宁兵脸红地白眼了洛峰 他其实也不知道 男孩子为什么总 喜欢看着女孩子吃白食呢 而且海眼睁睁地看着 就像是欣赏什么 好看的东西一样 虽然吧 难吃的东西 吃得多了 也觉得不是那么难吃 但是 你要说那玩意好吃 是根本不成立的 哼 就知道欺负我 白宁兵娇哼 洛峰笑了笑 然后说道 哈哈 不过下午我们吃饭 就不要吃那个七锅鱼了 真的不好吃 我还想要吃鱼 白宁兵故作可怜地说道 那我们就去吃娃娃鱼啊 洛峰开口说道 好啊 好啊 我最喜欢吃娃娃鱼了 之前妈妈总是说 这个价格很贵 白宁兵欢呼地说道 李金才那边旗下的鱼装 就有人工养殖的娃娃鱼 几乎完全模仿野生 口感非常不错 洛峰笑着揉了 柔白宁兵的秀法 以后你要吃的话 你自己偷偷点就好了 我给你渠道 我是那边的会员 报名字 直接记账出脸 好啊 那以后 我就可以随时吃娃娃鱼了 白宁兵开心地说道 宝贝 你问问你妈妈 回不回来吃饭 洛峰询问 如果唐雅要回来吃饭 并且吃了饭之后 他们要上去楼顶游泳 那么洛峰起 不是要跟着一起去 毕竟 两个女生游泳 万一溺水了呢 所以 洛峰必须照看一下 对吧 晚上差不多六点钟的时候 白宁兵给唐雅波打了电话 妈妈 你要回来吃饭吗 洛峰也在家里 嗯嗯 是的 他要留下来吃饭的 白宁兵说道 那么你们 等我回家做饭吧 我马上就到家了 唐雅说道 啊 算了算了 妈妈 你饶了我们吧 你做的饭多难吃 你心里没点数吗 白宁兵吐槽了起来 那么我们 晚上吃什么 我想吃娃娃鱼 洛峰已经处理好了 那好吧 唐雅点了点头 然后挂了电话 妈妈快回来了 白宁兵挂了电话 给洛峰说了一声 鉴于唐雅快回来了 洛峰本想要 什么三洋开态的 毕竟刚才一上一下 但是唐雅快回来了 时间上可能不够 不足十五分钟 唐雅就回到了家里 她眼神首先是看了看沙发上 有没有像是上次的痕迹 毕竟她已经知道了女儿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 好像没有 说明两个人的角斗场 这次不是可听 别人为 女人心里就很纯洁 其实任何一个人 内心的想法 都多多少少会有些噎漏 唐雅在猜测 两个人肯定 这次是在白宁兵的房间 不过唐雅想到了一个更为刺激的 两个人不会偷偷摸摸去自己的房间 卧槽 说真的 女人的奇葩想法 有时候真多 但是 这也不是奇葩想法 其实洛峰也有想过 但是觉得吧 这也太过分了一点 还是李志战胜了小洛 妈妈买了一些苹果 还有西瓜 你要吃吗 白宁兵询问洛峰 西瓜可以 苹果我不要 洛峰说道 夏天吃西瓜 真的是一种享受 嗯嗯 那我去弄 白宁兵点头 在厨房里 白宁兵娴熟地处理西瓜 看来在家里 不少时候要切西瓜啊 因为唐雅老是做水果沙拉不是 宝贝 看来你挺有经验的 天天吃水果 泡菜那边 估计要羡慕死你 洛峰调侃地说道 白宁兵这个憨憨没有听出来 笑着道 据说那边的西瓜 很贵 就算是西瓜皮 都是在超市里有卖的 的确很贵 有一个LL职业选手 说来我们这边 就算没有打出成绩 那么吃水果这点来说 也赚了 洛峰笑着说道 等白宁兵弄好了西瓜后 洛峰也收到了 中一堂发来的消息 中一堂人员 已经把娃娃鱼送到了小区 几分钟后 洛峰去开门 拿到了娃娃鱼外卖 好香啊 外卖盒子刚刚摆上桌 白宁兵就闻了闻 一脸陶醉的样子 洛峰看到这里 想起来 自己那最终产物 如果他也能闻一闻 然后如此陶醉 那就好了 叫你妈妈吃饭了 洛峰提醒说道 嗯嗯 白宁兵点了点头 然后就去瑜伽市喊了一声 妈 吃饭了 唐牙只是在瑜伽市热身 一些简单的动作 听到白宁兵呼喊 点头道 嗯嗯 马上来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买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白宁兵转身走向厨房 开始准备碗筷 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白宁兵小憨 憨中于是放下了筷子 三个人居然差不多 吃掉了一条八斤的娃娃鱼 当然了 八斤的鱼 除开了内脏 还有骨头 还有鱼头之外 出肉率 也就差不多五斤 而且 熟肉还有水分要蒸发 而洛峰一个人 肯定是主力 白宁兵也不会差 五斤的鱼肉 其实也就那样 洛峰随口询问 正在收拾桌面的唐牙 阿姨 我们双方合作的文件 都整理出来了吗 嗯 我先收拾桌子 等会儿 把合作协议 给你看看 唐牙开口说道 几分钟后 唐牙收拾好了桌面后 则是回到自己的房间 从LV包包里 拿出来了协议书 看了看房间的衣柜里 挂着一条新买的紫色吊带裙 唐牙想了想 还是换上了 毕竟吃了饭之后 就不会有任何弄脏衣服 油腻的行动了 那么就该换上 舒服一点的家居衣服 其实唐牙内心 非常的羡慕白宁兵 不仅仅羡慕白宁兵 遇见了洛峰 还羡慕洛峰对白宁兵 非常的宠爱 在唐牙的认知里 他完全无法理解 洛峰为什么要对白宁兵 那么好 在富二代圈子里 白宁兵这样的女生 的确很漂亮 但是富二代 并不是找不到一样漂亮 或者更漂亮的 在对待这些平民漂亮女生 富二代们往往是 来找你玩玩 平时候没事 都不带看眼的 但是洛峰呢 虽然也很忙 但是给予的关心和关怀 完全就是合格的男朋友 面对洛峰的时候 唐牙的内心 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洛峰 不是白宁兵的男朋友 或许唐牙岛就屈服了 毕竟洛峰 真的给了他很多的帮助 不管是事业上的 还是生活上的 都给了唐牙很多的帮助 而且 还是关键性的帮助 工作上的帮助就不说了 生活上 比如洛峰 打着白宁兵的旗号 给他送了一辆保时捷卡宴 还有唐牙现在用的LV包包 全都是洛峰送的 所以一瞬间 唐牙想到了很多 他才会去穿新买的紫色吊带裙 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心情 随后拿出来了合作协议 然后出现在了客厅 洛峰看到唐牙居然换装了 而且还这般的清凉 关键在于 某些什么好东西 还微微有点若隐若傻 不愧是美玉姐 这身材和肌肤 真的就是宝贝一样 看上去赏心悦目 洛峰 你先看看合作协议书 如果有什么不适合的条件 你直接提出来 然后我们再商谈 唐牙开口说道 洛峰看了看合作协议 白宁兵顺势地搂着洛峰的胳膊 也一起观看起来 不过想到唐牙在身边 白宁兵立马就松开了 仅仅是正常的 在一边观看合作协议 有点小问题 洛峰看完后 开口说道 就是违约条款上 但是稍作修改就好 除开了这些 就没有什么了 洛峰开口说道 洛峰说完 看向了白宁兵 宝贝 明天你就不要睡懒觉了 我们双方确定了签约 你就可以来做独家的报道了 我不会睡懒觉的 白宁兵坚定地说道 呵呵 睡不睡懒觉 洛峰觉得 不应该是白宁兵说了算 过去可能是有白宁兵说了算 或者唐牙说了算 或者说闹钟 到底定了几个说了算 但是有洛峰在 那肯定是洛峰说了算 也就是说 洛峰要打多久 就打多久的情况下 那么白宁兵 几乎是要睡懒觉的 毕竟洛峰觉得 除开赚钱 和大美女那事情 是最有意思的了 差不多晚上八点钟 洛峰想了想 今天已经是一上一下了 晚上的白宁兵 想要有什么战力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八点钟的时候 洛峰还是离开了 差不多凌晨的时候 唐牙正在套房里洗漱完毕 正打算睡觉 但是考虑了一下 还是给洛峰发送了消息 唐牙 洛峰 这次的事情 真的很感谢你 洛峰本来在和柳寒烟 这个小妖精聊天的 小妖精给洛峰发了 很多路上遇见的美景的照片 还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服装 毕竟直播的时候 都需要穿很多漂亮的衣服 主播私下 是衣服很正常 洛峰肯定大饱眼福 小妖精身材那么好 皮肤也白 还漂亮 看他穿的衣服 洛峰觉得每一套都好看 但是洛峰还是喜欢 小妖精的高跟超薄黑丝 小妖精的腿 是你真的定 洛峰 所以 阿姨 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呢 这个问题 带着浓浓的暗示的味道 唐雅看着洛峰回复的消息 有点心筋肉跳 而且暗暗叹息一声 这个洛峰 果然没有改变 唐雅 我改天亲自下厨 邀请你来家里吃饭 面对这样的说辞 如果没有白宁兵的存在 或者说 不认识白宁兵 洛峰只是认识唐雅 那么唐雅邀请去家里吃饭 不就是相当于默认了 来家里那事情 但是正因为白宁兵的存在 唐雅可以肆无忌惮地 邀请洛峰来家里 洛峰 我可不想吃阿姨做的饭 洛峰故意弄了一个省略号 这样的聊天 有点不对劲 反正没有危险通知 所以洛峰疯狂地 在危险边缘试探 常言道 人在河边走 哪里会有不失邪的 但是有危险预知卡的存在下 洛峰每一步都会有提示 怎么可能打失邪子呢 看到这样的话 唐雅更是心惊肉跳 这样的回复 不仅仅有些暧昧 而且洛峰还表达了 他不想吃自己做的饭 也就是怎么感谢洛峰 唐雅说了 邀请来家里吃饭 但是洛峰不想吃 所以 要换一个感谢的方式 唐雅心里一慌 连忙打字说道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睡觉了 明天谢 好的 明天谢阿姨 对了 阿姨 你记得提醒一下宁兵 免得他睡懒觉 那不是坑人吗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跪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唐雅回复道 好的 放心 明天我起来后 就会喊他的 然后带过去我民行 在一起过去酒店签约 洛峰笑着回复道 我看行 若非这样 我觉得他要一觉 睡到自然醒 洛峰和唐雅聊完后 继续和小妖精聊天 小妖精不仅仅会分 想一些服装试装 而且 还有更为刺激的 也算是未接一下 两个人的相思 比如 洛峰看痘痘 搞得洛峰 恨不得现在就想要过去 好好的 和这个小妖精斗痘斗法 早上的七点钟 洛峰一大早就起来了 这一次 徐珍珠遇见清 自做了父子两个人的早餐 洛峰和洛灵 先去了加美公司 处理一些签约钱的事情 十点钟的时候 两个人就抵达了酒店 唐雅和银行那边的人 也抵达了这家酒店 在酒店当中 洛峰拉住白宁兵 给洛灵还有加美的团队人员 介绍了起来 老爸 各位 这是我的女朋友 白宁兵 白宁兵平时候 虽然大大咧咧的 而且有点憨憨 但现在陷到洛灵 还是有些紧张的 但是他还是礼貌地说道 洛叔叔好 洛灵看了看白宁兵 满意地点头说道 姑娘你好 唐雅银行的成员 看到这里 他们露出了笑意 他们这一轮 应该是躺赢了 洛峰又给洛灵介绍了唐雅 洛灵也心里暗暗惊讶 唐雅和白宁兵时 暂时太过于相似 但是没有想太多 只是招呼大家去会议室 在会议室里 白宁兵正在指挥一个四人设想团队 这是洛峰给白宁兵喊过来的专业团队 从而记录这次签约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加美这边确定了 合同没有问题 洛灵自己也亲自看了一次 才看向银行行章 行长啊 这一份合作协议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加美 可以签约 那我们现在就签约吧 好的 洛灵点头 阿姨 恭喜了 洛峰主动恭喜唐雅 白宁兵站在唐雅身边 他压低声音说道 这一次 妈妈 应该可以竞争副行长了吧 洛峰惊讶地看向唐雅 阿姨要竞争 唐雅点头道 之前信代部的经理晋升后 出现了一些事情 在业绩上有点难看 如果我做出了好的业绩 自然是有机会的 那就提前祝福 阿姨高升了 洛峰笑着说道 只是有机会 也不是必然的事情 唐雅开口说道 我认为阿姨的机会 还是非常大的 洛峰开口说道 唐雅挑了挑眉 这个洛峰 又是在暗示什么吗 而白宁兵这边 暑假作业 自然是处理完成了 三分钟的长视频 包含了洛峰和行长的 全部记录采访 白宁兵询问道 你看有什么地方 需要掐掉或者修改的吗 洛峰说道 不需要修改 那我就上交作业 发在群里了 白宁兵再次询问 嗯 洛峰点头 白宁兵没有直接发在群里 而是首先给辅导员发消息 白宁兵 赵老师 这是我的暑假作业 你看看 是不是可以 赵新杰 稍等一下 我看看 赵新杰先回复消息 随后就查看起来 白宁兵发过来的视频 他看了看 就知道 这个暑假作业质量非常的高 白宁兵等待了五分钟 发现赵新杰还没有回消息 就再次询问了起来 白宁兵 老师 这个作业还可以吗 赵新杰 非常可以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白宁兵 那我就把作业 发在群里了 我终于是搞定了暑假作业了 赵新杰 等等 这个新闻是真的是吗 赵新杰 我刚刚用度娘查看了一下 互联网当中 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啊 也就是家美和银行的合作 白宁兵 这个新闻当然是真的 但是这一场签约 是内部的签约 并没有邀请新闻媒体 所以搜索引擎 是找不到消息的 内部的签约 赵新杰看着白宁兵的回复 他很好奇 既然是内部签约 为什么白宁兵 就可以报道呢 赵新杰必须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不然上传在大群里 就会发生意外了 新闻是真的 家美公司 是我男朋友家的公司 我妈妈也是银行的代表之一 这次合作 就是我妈妈出面 还有我男朋友推动的 我男朋友知道 我要完成暑假作业 所以就安排我报道这次签约 白宁兵再次解释了起来 赵新杰看到这里 除开了无语 还是无语 好家伙 合作双方都是和你有关系的 一个是男朋友 一个是妈妈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内部签约什么的 能去报道 也不足为奇了好吧 但是 你一来就问我 这样的签约是不是可以 换句话说 你在游戏里 打了一个职业选手 都无法完成的逆天操作 然后发消息来问我 这个操作怎么样 这不是凡尔赛是什么 但是白宁兵真的不是凡尔赛 仅仅就是单纯的问问 所以 这个铁憨憨 真的有时候很气人 当确定了是真新闻之后 白宁兵就上传了视频在群里 瑟瑟发抖 确定过视频 是大新闻 宁兵女 神果然牛啊 张兴俊 啊 这 我好像发现了一个 今天的大秘密 什么大秘密 坐等惊天大秘密 之前 有人在群里八卦 然后把宁兵女神的男朋友身份挖出来了 好像叫做洛峰 对吧 这个洛峰 是家美公司的太子爷 所以 串联起来 那就是宁兵女神的男朋友 给宁兵整了一个新闻出来 而白宁兵和沈娜等人的闺蜜群里 沈娜和王燕然也看见了群里的消息 然后发消息调侃 沈娜 羡慕 王燕然 极度 白宁兵 啊 你们落地了没有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沈娜发了一个位置消息出来 表示两个人还在荆州机场媒有出发 白宁兵 白宁兵 你们两个不应该是九点半登机 然后现在抵达 沈娜 航班延误了 王燕然 我已经无法吐槽了 这一次次的航班延误 让我心态很是炸脸 白宁兵 你们的确运气不好 不过坐私人飞机就可以很好地解决 神呐 王燕然 王燕然 和你当闺蜜 我觉得太痛苦了 王燕然 你比那些专家还专家 那些专家最多也就让觉得压力大的同学 可以把家里的车租给滴滴司机 把家里的房子出租出去 就能减轻压力 到你这里可还好 飞机延误了 你告诉我 可以坐私人飞机 但是白宁兵真的可以坐私人飞机好吧 洛峰就可以安排 白宁兵 你们的暑假作业 都完成了没有 王燕然 你要帮我们吗 白宁兵 我就问问而已 王燕然 神呐 我们广播系的作业要简单一点 很容易就能搞定 王燕然 我也太难了一点 王燕然 真羡慕你啊 宁兵 你们家神仙男朋友 给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包括那样专业的摄影团队 也是你们家神仙男朋友安排的吧 白宁兵 嗯嗯 我本来还说是用手机拍摄的 结果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团队 看起来很专业 王燕然 求你自信一点 那就是非常专业的团队 从摄影到剪辑 全部都是肉眼可见的专业 堪比电视台级别的画面 神呐 的确很专业 从很多细节就可以看出了 白宁兵 我等会儿去问问这个团队 看他们的价格是多少 如果价格还可以 他们以后就是我的御用团队了 王燕然 别问 铁定不会便宜的 神呐 期待后续的剧情 白宁兵 那我就先去问问 白宁兵收起来手机 没有直接询问摄影团队 而是询问起来骆锋 骆锋 你从什么地方给我找的团队啊 我觉得水平很不错 他们拍摄一次需要多少钱呢 白宁兵询问 骆锋笑着说道 他们是魔度电视台的 我从那边借过来用用 每个人是两千块钱 居然这么贵 白宁兵有些惊讶 已经很便宜了好吧 完全就是有情价 骆锋笑着说道 这要是没有关系的人 你想要去邀请电视台的摄影团队 帮你拍摄什么 首先你就邀请不到 如果你出钱高 那么他们可以来 但是没有人情在里面的情况下 出的钱就要高很多了 可能是三五倍都不止 如果你后面需要拍摄什么新闻 我就帮你联系他们 等你去了学校 我在那边帮你组建一个你的御用团队 骆锋开口说道 白宁兵白手道 不用了 我平时都上学 不需要专门的摄影团队 白宁兵刚才说的御用团队 意思是 以后要拍摄什么 就找他们 骆锋没有说话 只是拉着白宁兵 走向了餐厅 餐厅里面 骆锋带着白宁兵 来到了骆琳身边 老爸 骆锋打了个招呼 或许是因为太紧张 白宁兵也跟着喊了一声 爸 同桌的唐雅 无语地看着白宁兵 骆琳哈哈大笑起来 白宁兵脸色通红 骆锋解围地说道 老爸 我和宁兵 就先走了 去吧去吧 骆琳摆了白手 本来骆锋打算 留下白宁兵和大家一起吃饭的 但是白宁兵这个铁憨憨 怕是不会好意思 所以还是带着他溜了为好 等出去了餐厅 白宁兵这才松了口气 哎呀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骆锋调侃地说道 你这个小憨憨 还知道害怕呢 哼哼 怎么不知道呢 白宁兵哼哼了一下 说道 那我们中午吃什么呢 真争鱼 骆锋说道 可以 白宁兵点头接受 他就喜欢吃鱼 骆锋驾驶汽车 带着白宁兵出发 在路上的时候 白宁兵在闺蜜群里 继续冒跑 白宁兵刚刚问了一下 这个摄影团队 果然非常的专业 白宁兵 他们全部都是 魔渡电视台的 新闻摄影团队 王燕燃 我无法说话 沈娜 论找一个神仙级别的男朋友 是多么的重要 王燕燃 我发现了一个 关键的盲点 沈娜 王燕燃 我们一直都在关注 专业性的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 似乎忘记了 这样的新闻里 双方的家长都在 这是双方家长 见面了吗 沈娜 惊呆了 这才反应过来 沈娜 宁兵 建家长顺利吗 白宁兵 不太顺利啊 白宁兵 刚刚我太紧张了 洛峰喊了吧 我也跟着喊了 现在落花而逃了 王燕燃 笑死我了 王燕燃 你是在搞事情 沈娜 不愧是你 沈娜 但是无论如何 至少是现了家长了 并且 他很愿意带你去见家长 其实沈娜也很奇怪 洛峰为什么要带白宁兵 见家长 因为沈娜知道 洛峰还有其他的女朋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洛峰愿意带着白宁兵 见家长 除了奇怪 那么剩下的情况就是 洛峰对白宁兵 是真的很在意 白宁兵 反正我现在特别的尴尬 你们还有坐上飞机吗 沈娜 航班的延误 简直就让我们怀疑人生 王燕燃 是的 完全有毒 大下航班延误 的确是大问题 这也是洛峰计划 再购买一个 私人飞机的缘故 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 意味着就是一大把 可以肆意地挥霍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 比如洛峰 那就是珍贵无比的 白宁兵 那我和洛峰吃饭去了 你们慢慢在机场等待吧 白宁兵 登机后 给我发消息 我给洛峰说一声 让他提前安排人 过去接你们 王燕燃 居然和男朋友去吃饭去了 丢下我们在机场 沈娜 早已经习惯了 塑料姐妹情破裂 白宁兵 没关系 等你们到了后 再修复一下就好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白宁兵回复完毕 两个人消息之后 就收起来了手机 二十几分钟后 洛峰和白宁兵 抵达了真争鱼餐厅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 青州大学的大学群里 很多学生 还在围绕 白宁兵的新闻 进行讨论 这样的新闻 是贫质量 还有这样的 隐藏的人脉关系 让大家都羡慕不已 不愧是长腿笑花 不管是他家里的条件 还是男朋友家的条件 都是无敌的存在 晚上九点钟 洛峰送白宁兵回家去 在白宁兵家里 唐牙已经换上了瑜伽服 在瑜伽石当中练习瑜伽 当白宁兵回来的时候 唐牙中断了练习 他出来打了一声招呼 洛峰目光隐蔽地 打量了一下唐牙 这个美玉姐 穿着紧身的瑜伽服 简直就是要命 那瑜伽球 简直就是好东西 美玉姐趴上去 然后 呃 停 洛峰 这次合作 谢谢你在后面的推动 改天请你吃饭 唐牙主动说道 洛峰汗言 在后面的推动 有点意思 但言归正传 在这次合作当中 他们银行赚了一大笔钱 唐牙也获得了200万的奖金 还累积了升值的资历 洛峰开玩笑地说道 请我吃饭 难道是阿姨亲自下厨吗 在唐牙回答前 洛峰继续说道 如果是阿姨亲自下厨的话 那么大可不必感谢我了 白宁兵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哈哈 笑死我了 妈妈 你的厨艺 就算是洛峰都嫌弃了 唐牙白了一眼白宁兵 他提醒说道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 宁兵你的两个同学 啊 白宁兵中 于是想起来了 沈娜和王燕然 这两个家伙 飞机延误了 本来中午就能抵达的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白宁兵 娜娜 燕然 你们到了吗 沈娜 真无法吐槽 王燕然发了一个入住酒店的位置信息 沈娜 等你问我们 黄花菜都凉了 下午到的时候 你男朋友 已经派人过来接我们了 并且 把我们安排得妥妥的 王燕然 羡慕啊 这样的神仙男朋友 你忘记了我们 你男朋友 还能帮你安排好 白宁兵 哎呀 白宁兵 下午有点事情 我们遇见了我表姐 他相亲什么的 所以 约了对方一起做美甲 的确 白宁兵和洛峰 下午遇见了他表姐 白宁兵 我就担心做美甲 看不到信息了 所以就把手机给洛峰 让他安排你们的 白宁兵 结果他不告诉我情况 我还以为你们没有到呢 白宁兵的丢锅技术 确定不是尸臣洛峰 沈娜 你这招丢过 真的可以 王燕燃 明天你没有什么事情吧 王燕燃 记得带我们到处看看 我旋从来没有来过 这么大的城市呢 白宁兵 放心好了 我不是路痴 不会带你们迷路的 沈娜 深感怀疑 王燕燃 我反正已经下载好了地图 等白宁兵和沈娜 还有王燕燃交流好了之后 他立刻撒娇地对洛峰说道 娜娜和燕燃道了 你怎么 也不给我说一声 我都快忘记了 洛峰笑着说道 当时你再做美甲 我就给他们安排好了酒店也 其实按照现实生活中 或者是正常的男人 在这个几个小时 做美甲的间隙里 早就把沈娜和王燕燃那个了 几个小时的那啥非 然后回来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奈何洛峰是个好男人对吧 怎么能和一般的男人相提并论呢 但说句实话 沈娜和王燕燃这样的美女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是女朋友的闺蜜 根本就逃不过富二代的魔掌 都不需要沈娜主动 两个人早就被洛峰飞了 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飞 所以 为什么要防火防盗防闺蜜 放心吧 我都给他们安排好了 五星级酒店的商务套房 肯定不会怠慢你的好闺蜜的 洛峰说道 而且酒店晚餐也准备好了 同样是五星级的双人法国晚餐 那么我们明天就陪着他们 一起玩玩魔度吧 白宁兵期待地看向洛峰 好吧 洛峰无奈地说道 哪怕是洛峰对沈娜有想法 但是洛峰没有表现出来很想去的态度 而且是白宁兵一直要求的 所以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呢 照顾女朋友的闺蜜 陪他们逛街 我备意不容辞 洛峰觉得自己太伟大了 晚上差不多十点钟的时间 洛峰才从白宁兵家里离开 虽然洛峰在白宁兵家停留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唐雅在家里 并不可能带着白宁兵峡谷游戏 回到自己家的洛峰 发现家里一个人也不在 洛峰其实有点难顶的 好吧 今天晚上 好像可以去找拜金小女人了 好像是魔都艺术大学的校花 以后是要进演艺圈的 但是有了洛峰这层关系 在学校的日子里 他可以安稳地度过 没有谁能规则 毕竟漂亮的艺术大学女生 其实在大学 就已经有人盯上你了 就算去了演艺圈 有洛峰的存在 必然也不会被规则 对于这样的拜金女人 洛峰当然不会像是对待白宁兵她们一样 也就是说 和白宁兵她们 战斗要打多久 洛峰不能做决定 过去可能是由白宁兵说了算 或者小妖精 但或者时间上有什么事情等等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拜金女的情况下 那么就是 洛峰要打多久 就打多久 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各种奇葩的招式 各种奇葩的动作 完全可以当作试验对象 如果她觉得安逸 那么就安排给白宁兵她们 不过拜金女也空了很久 二上三下 居然能坚持下来 倒不是说战力多强 怎么说呢 白宁兵她们是单纯的男女朋友 而拜金女 不过是单方面的讨好 当然能咬牙坚持 早上的八点钟 洛峰被白宁兵的电话叫醒了 宝贝 你怎么这么早就醒过来了 洛峰把电话拿起来 身边人有任何遮掩的 搂在洛峰怀里 拜金还没有走 当然是底足长眠的 不过洛峰接电话 对方也不敢发出来声音 这样当着一个女人的面 去叫另外一个女人宝贝 为毒这样的拜金女了 不然洛峰还真没有这样过 对了 除开秦如宾和端木云姬 或者上官姐妹 毕竟那是一个组合了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要去找娜娜 还有燕然 你忘记了吗 白宁兵开口说道 洛峰哈啪笑了起来 这个铁憨憨 昨天你不是忘记的一干二净了吗 结果还认为洛峰能忘记 我都差点忘记了 我马上起来 你也在家等我 洛峰故意装作 差点忘记 其实哪里会忘记 神娜这样的大美女 谁会忘记呢 洛峰开始在洗手台边上洗漱 然后还让拜金蹲在洗手台下 别问 问就是节约点时间 等待洗漱完毕后 洛峰又拉着他来到了床檐边 毕竟十分钟的洗漱 必然不可能让洛峰彻底终结 等待床檐边十分钟左右 洛峰这才在对方的奇葩方式清理下 穿衣服走人 然后洛峰交代了对方 自己回去学校 拜金一边竖口 一边滋滋呜呜呜地点头 再过去十几分钟 洛峰驾车来到了白宁兵家里 洛峰抵达地下车库的时候 就开始通知白宁兵 等了几分钟 白宁兵就从电梯来到了地下车库 白宁兵坐在副驾驶上 还没有系安全带 洛峰就轻腻了过去 当然了 有难是香水的眼盖 还有昨天拜金彻底冲过澡 洛峰并没有带来什么别的香味 两个人亲吻了几分钟 白宁兵脸色微红 但很快整理好上衣 开口说道 出发出发 嗯嗯 那么今天我们带他们去哪里玩呢 洛峰询问说道 我好像也不知道 白宁兵露出了茫然的神色 你觉得呢 有什么推荐没有 白宁兵询问了起来 他们过来玩多久的时间呢 洛峰首先询问 我也没有问啊 等一会儿到了之后 我再问问他们吧 白宁兵说道 那么今天 我们就带他们逛一下 魔都的主城 让他们对魔都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洛峰说道 其实 沈娜对魔都还算熟悉 主要是王燕然没有来过 如果他们仅仅是玩两天 我觉得 就带他们去著名的地方玩吧 毕竟那些地方 虽然没多大的意思 但是来了一趟魔都 还不去的话 那就说不过去了 洛峰笑住道 比如去了京城 那么你不去长城 那就有点遗憾了 回去 家里人肯定就会问 去京城了 去没有去长城 这是标志性的地方 和旅游景点 基本已经绑定一起了 不足半个小时的时间 洛峰和白宁兵 就抵达了东方大酒店 沈娜和王燕然 已经在酒店大堂等待了起来 洛峰直接开车 停在了酒店门口 沈娜和王燕然 很快来到了汽车的后排 王燕然开玩笑地说道 感谢洛总都亲自来接我们了 我感觉 我们实在是太荣幸了 说实话 洛峰来接他们 的确是他们的荣幸 要是没有白宁兵这层关系 王燕然就算身价 多个几百以上去 好像都没有这样的资格 沈娜虽然家里比较有钱 依旧没有这样的资格的 所以 不幸女 你打算如何感谢我呢 洛峰开玩笑地说道 王燕然直接说道 当然是给大佬安前码后 带大佬好好玩玩魔都 体验一下魔都的美食和风景 你是不是说反了呀 洛峰白眼了起来 沈娜在一边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随后询问白宁兵 你准备带我们去什么地方玩啊 白宁兵随口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全部都由洛峰来决定吧 所以 洛总 你是打算安排我们去哪里玩呢 沈娜看向了洛峰 洛峰没有回答 反而是质问了起来 我发现 你们不对劲的 你们为什么突然就 和我洛总洛总的了呢 我们学校已经有人猜到了 你就是家美的太子爷 还有人怀疑 家美和银行的合作 你完全是为了宁兵而已 王燕然说道 现在你在学校的各大群里 大家都称呼你为洛总 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 在大家身边就发声了 沈娜复义 的确是霸道总裁 和傻白甜的故事 所以叫你洛总 有什么不对的吗 王燕然再次强调 叫我洛总没有问题 但是霸道总裁就算了 我一点都不霸道 洛峰开玩笑道 不过洛总什么的 我觉得不是很适合 别人什么总的 都有秘书 我好像没有吧 你们再这么叫 哪一天 我就招你们两个当秘书 面对洛峰的调侃 王燕然当面就搞黑撞起来 明冰 你快点管管你家男朋友 他还想要我们当秘书呢 这绝对有问题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有事秘书干 没事那啥吗 闺蜜的主意都要打 还不告状你 白宁兵骄横地说道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们都给他当秘书 全部的工作都交给你们 沈娜说道 洛总是说真的吗 在哪里可以投简列 洛峰哪里敢接话 这个沈娜 简直有毒 不过如果办公室 真的有沈娜这样的优务 洛峰觉得 怕是任何老板 都走不出来办公室吧 表面上 老板天天待在办公室 忙得出不来 实际上呢 里面已经是乌烟瘴气 各种黑丝 高跟乱飞了吧 你们都吃早饭了 没有 洛峰开口询问了起来 也算是扯开话题了 白宁兵第一个摇头说道 还没有呢 我妈妈准备了牛奶和面包 但是我不喜欢 沈娜也摇头说道 我们都没有吃呢 王妍然说道 不是等着洛总来 安排我们吃早餐吗 洛峰笑了起来 那么 你们想吃什么 洛总安排吃早餐 洛总安排的早餐 怕你们难以下咽 我们要吃魔朵的特色 王妍然稍微思考了一下 就说道 洛峰笑了笑 魔朵的特色吗 我怕你们吃不习惯 求月票 求退键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求月票 求退键票 大家手里 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为什么 王妍然反问 我说一样这边的特色早餐 那就是咸豆浆 洛峰说道 对于豆浆咸甜这件事上 老魔都人 似乎更偏爱于咸豆浆 而且爱喝烫嘴的咸豆浆 咸姜里有油条片 榨菜末 虾皮 葱花 过去还有紫菜 加一小匙香油和辣油 喝起来豆香浓郁 味道鲜美 而且赏心悦目 非常过瘾 当然了 对于喜欢的人来说 当然味道好 很过瘾 但是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 这么多东西 砸气砸巴地混在一起 感觉看到就倒胃口好吧 换一个 换一个 我知道这个的 不是很能接受 神纳摇头起来 那么就换一个吧 我带你们去吃生煎 洛峰开口说道 生煎也叫生煎馒头 是土生土长的上海点心 也是多数魔都人早餐的标配 他们觉得 这才是护上头号点心 店里生煎 一般分鲜肉 蟹黄 虾肉三种口味 生煎皮是颇叫过的面 虽然后 但是软软的很有嚼劲 底部脆香金黄 硬而不浇 馅多锦士 汤汁多吸收在皮子中 轻咬一口 肉香 油香 葱香 芝麻香全部的美味 在口中久久不肯散去 小半个小时的时间 洛峰驾车带三个人 来到了一个小区附近 那是他们家以前住的地方 附近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生煎 洛峰把车停在了路边的 临时停车位 张说 来三份生煎包 分别是三个味道的 洛峰开口说道 一份生煎包 就有六个 那么三份就是十八个了 四个人肯定能吃完的 你小子可以啊 老板看到洛峰之后 再次看到白宁兵 还有沈那两个大美女 而且 还有一个也是小美女级别的王燕燃 顿时就吊砍了起来 洛峰以前读书的时候 经常来这家吃生煎 也算是熟人了 类似于这样无伤大雅的玩笑 当然没有问题 老板也是羡慕啊 富二代就是安逸 这样的三个 飞起来 不知道是如何的感受 嗨 年轻人嘛 必须的 你们中年人 想要这样 好像都力不从心了吧 洛峰也调侃了过去 去去去 我是行的 就是条件不允许好吧 老板也回对了起来 但是 不管是什么实例 对方好像都不太行吧 男人嘛 说他丑可以 说他黑可以 说他没钱穷逼 都可以 但是 说他不行 那是万万不行的 洛峰没有继续掉 砍老板 带着三个人走入了店面 然后寻找了一个长桌 坐了下去 店里面有好机 捉年轻人吃东西 男同胞们 几乎都眼珠子瞪出来了 白宁兵和沈娜 还有王嫣然 实在是太漂亮 特别是沈娜 洛峰觉得 更容易戏年轻人一点 毕竟白宁兵的美 是那种唇欲的 一般普通男人 更对沈娜这样魅惑一点的女人 更喜欢 你们喝肥宅快乐水吗 洛峰询问了起来 他们家的肥肠快乐水 不是三块钱一瓶的那种 而是自己做的 瓶子是十几年前 那种小玻璃瓶子 怀就敢拉满 鉴于怀旧 白宁兵等几个人 都选择了一杯 在生间上桌前 沈娜和王嫣然 则是选择了先拍照 不管去什么地方旅游 也不管是吃什么 对于女生来说 拍照是必须的 不然为什么是面上 这么多的手机 强调的 就是拍照功能什么的 其实对于很多男同胞 或者忙于事业的男同胞来说 这样的功能 完全就是鸡肋 因为他们常年累月 不会自拍或者拍风景 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几个人吃好了早餐 生间的味道还不错 沈娜吃了三个 王嫣然吃了四个 白宁兵吃了四个 剩下的 全部都被洛峰一扫而空了 白宁兵开始规划中午的午餐 说道 我知道一家不错的火锅店 他们家的甜品好多 我喜欢他们家的芒果冰沙 哦 有没有榴莲冰沙呢 王嫣然询问 有的 白宁兵点头 蒲姓女 还喜欢吃榴莲呢 洛峰故作震惊 喜欢吃榴莲梅有什么问题吧 很多人都是喜欢吃的 王嫣然说道 洛峰调砍道 你未来的男朋友 肯定不喜欢 毕竟又有多少人 喜欢吃臭豆腐的女朋友 喜欢吃榴莲的女朋友 喜欢吃大蒜的女朋友呢 那可是比韭菜杀伤力还足的存在 你简直有毒 王嫣然吐槽了起来 宁兵 你管管你家神仙男朋友 他就喜欢这样欺负你闺蜜的吗 白宁兵挽了一下洛峰的手臂 理所当然地说道 他是我的男朋友 我肯定帮他 王嫣然简直无语 神大内心暗暗沉默 所以 这就是你选他 而不选我的原因吗 洛峰一脸得意地说道 我们家宝贝 肯定是向着我的 你一个单身狗 还是电灯泡 心里要有数材好 王嫣然苦涩地说道 我也想有一场甜甜的恋爱的呀 可惜 那你可要注意了 太甜的话 有可能男朋友是得了糖尿病的 建议让你男朋友体检一下 洛峰调侃地说道 可嗨嗨 神纳可缩了起来 虽然他没必有男朋友 但是现代化世界 怎么能不知道一些小知识呢 反正神纳表示听懂了 白宁兵脸色微红 白眼洛峰 说道 你这个大坏蛋 说什么呢 原本一直彪悍的王嫣然 这次也被震住了 满脸通红 很显然明白洛峰的意思 可能在寝室里 王嫣然是那个什么虎狼之词 都能说出口的 但是在某些男生面前 什么都说不出来 剩下的仅仅是落荒而逃 换了男人也一样 在哥们面前 如何如何牛逼 当遇见女神了 一样是结巴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为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做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 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沈娜看向洛峰 询问道 我们等一会儿 去什么地方 王嫣然询问 魔度的电视塔 洛峰摇头说道 那地方晚上才好看 白天其实一般 王嫣然继续说道 漠古玩街呢 王嫣然显然是来之前 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 那地方 见一枚有消费能力的人 还是渗入吧 当然了 如果仅仅是去看看热闹 我觉得也可以去 洛峰这句话 直接把王嫣然给掖住了 没钱就不要去 是这个意思吧 不过 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洛峰开口说道 十几分钟后 洛峰带着三个人 来到了精粹西奥公司视察 王安田还有李大奔 开始迎接洛峰 欢迎洛总 李大奔主动欢迎 洛峰微笑点头 最近的工作如何了 一切正常 目前除开了处理我们自己的工作外 我们还和摩都 很多医院有合作 帮他们研磨 或者处理高端药材 李大奔继续说道 洛总 我们有一个事情需要申请 啊 什么事情 李大奔说道 我们希望改进淘胶生产的工艺 主要是进行超微颗粒化加工 从而让淘胶的颗粒更小 需要追加投资是吧 洛峰询问 不不不不 并不需要通过和摩都其他医院的合作 再加上对私人开放高端定制服务 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收入支出平衡的状态 王安田说道 李大奔点头 是的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入不敷出需要洛总补贴的公司了 主要是七里湾的天然淘胶 名声在外 凭借加工他们 我们备受关注 并且更容易被人信任 定 随机人物支持尖端工一研发投入 通过超微颗粒化技术 改进淘胶生产工艺 从而降低原材料消耗量 奖励 七里湾淘胶最低生效剂量 从50克下降到40克 居然还有相关任务吗 而且奖励也不错 总的算起来 那就是提升了25%的总产量了 而且任务还非常简单 没有问题 你们处理就好了 如果需要资金的支持 你们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洛峰表态地说道 王安田笑了起来 真的不需要资金 请洛总放心 我们会尽快搞定的 争取让这样的工艺 尽快实现 好的好的 洛峰点了点头 当洛峰离开后 王安田把一个礼品袋 送给了洛峰 并且告诉道 这是最近三天 七里湾送过来的桃胶 然后都生产出来了 一共是多少 洛峰仅仅是看盒子 当然看不出来多少的数量 60平 李大奔说道 嗯嗯 还不错 洛峰满意地说道 现在是夏天 桃胶的产量 自然是高一些的 等到了冬天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梦了 洛峰左手牵着白宁兵 右手嘛 当然不可能牵着沈娜 拿着桃胶礼包 带着沈娜和王燕燃 离开了这家精粹医药公司 白宁兵随口询问 这些桃胶都是当初 你给妈妈那种吗 嗯嗯 你妈妈应该还有的吧 洛峰询问 有的呀 白宁兵点头 沈娜好奇地询问 这个桃胶是什么 看起来是好东西 有什么用 我好像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报道 科学研究表明 桃胶酶有什么特殊的有效成分 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低 洛峰笑着回答 天生万物 自然有它自己的作用 而且 我这里的桃胶 和普通的桃胶是不一样的 今天回去的时候 我给你们分一点 你们吃了之后 自然就知道效果了 那我开始期待了 沈娜回复说道 洛峰觉得 沈娜如果要吃桃胶 应该有一个战力很强的男朋友才适合 当然了 这东西不是东青子 不会存在 硬是睡不着 只是说 可以在一把游戏累了后 恢复精气神 很快 洛峰带着三个美妞 登上了精粹医药公司的三楼 但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们还要在这家公司停留吗 白宁兵询问起来 等会儿 你们就知道了 洛峰神秘地说道 精粹医药公司经过改造后 其实暗地里就是中义堂的马甲之一 主要运营人员都是上次飞机事件 曝光的一些人 反正都曝光了 那么就摆在可以看线的暗地里 洛峰带着白宁兵三个人来到了三楼 一个普通的中年人就上前询问 洛总 上午好 我昨天安排的事情都准备得如何了 洛峰询问 已经准备完成 那 那好 洛峰点了点头 然后提醒道 我后备箱里的东西是一些陶礁 都看着点 好的 不会出任何问题 在回答之后 中年人吩咐了旗下的人 很快 那汽车的四周就安保升级了起来 毕竟洛峰乘坐过的汽车 不需要太多安保力量查看 毕竟等会儿就换一辆团队检查过 而且没有故障的汽车 所以 这辆汽车 无需要很多人去看管 但是放了重要的东西 那么安保力量 自然要升级了 洛峰的每次出行 车辆的检查 都是在暗中进行的 而洛峰这边 再次带着三个美妞 来到了三层楼的楼顶 楼顶配备了航空停泊位 并且设置了充电设备 在顶楼的停泊位上 有机架消防版本的飞行摩托 洛峰开始给沈娜和王妍然介绍了起来 这是我们蓝色未来的产品 第三代飞行摩托 这些是消防版本 我们今天会搭乘它们 带你们俯瞰整个摩都主城区 旅游什么的 有什么意思 摩都 不就那样 但是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肯定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这一次 洛峰会带三个美妞上天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做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 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我们下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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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达的